我是子依 今天来地铁逃生玩一局初级图 紧张又刺激 而且挂的还少 会玩的人也不多 旁边有个电脑 我不予理会 这楼上应该有真人 说不定还是个私人队 我准备一把妹客户上去搞的 上面有个小老弟居然在整理保险箱 又还有他的队友 走位一下 两个小兄弟还双排的 带走带走 赶着包脸 怎么就一个小狗牌 这两个仔穿着顶尖的六级头甲 来这边搜小房子 又没有梦想 背包里啥都没有 又搜到一个探测器 赶紧放在保险箱里 偷偷地收起来 这边文件柜已经被他们打开了 估计开了个好东西 糟糕外面是又来一个队 小心点 先把高宝子站准备着 他过来就先扫他一套 给他点颜色 瞧一瞧 糟糕 不知道对面有几个人 我们准备先回来打点血 然后准备卡一个视角吧 现在有手雷啊 提前丢一颗 看他们敢不敢冲 第一颗手雷主要是想吓一下他们 然后再加个血吧 准备他们要上了 准备他们要上了 不要着急啊 等他们冲过来的时候 我打一个提前枪 他应该不知道我的具体位置 来来来 哇 这人是真地肉啊 赶紧把他补了 补了立马再缩回来 相信他的队友 现在子弹打完 就准备直接冲你 又是一个双人队 就这么挂掉了 再剪剪狗牌 他们没有什么好点子弹啊 我发现这些萌新 他们装备都非常好 六级头甲 但是子弹是用的最低级的 你说我搞笑吧 这里面有个小萌新 在这边搜野区 本来还想用平底锅敲一敲 他机灵的小脑袋 就想到这个魅空 两下就把他打掉了 看一下他的盒子 屋子一都要哭出来了 你看 这都是垃圾在的痛啊 一个一个小房子 建了这么多 却被贼两发打死啊 总感觉附近有人 你看这个小黑屋里啊 逮到一个 居然有人在这洞里当地鼠啊 搜一搜周围 还有没有他队友 感觉他应该不是单独行动啊 一般你如果玩单人自排的话 这里面都是 最起码两个人一起行动 很多人都会觉得多人一起跑 有安全感 其实他们都是在送 还想看我的视角 真的是想太多 这个小激动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啊 立马把它补掉 看盒子里 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好东西 最贵的应该就是探测器的 赶紧拿走 DG应该拿了有八个狗牌的 差不多就行的 该撤的时候就撤吧 再剪剪他的盒子 有一些抛光子弹啊 都可以剪一剪 把这个盒子剪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撤离了 还有一个他队友 不知道藏在哪 没听到脚不声 走了 把这个盒子估计剪了这么久了 在这边也准备打一个信号枪 同时要注意环顾四周 小心有人往楼上丢燃烧瓶 好直接撤离就行了 周围应该没人观察的很久了 打完看看我们这一轮的收获是多少 这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随随便便打一打就收获了40万 谢谢大家